南灣北行101公路週一凌晨發生致命連環撞車以外 現場3人死亡至少5人受傷 事件總共牽涉7輛汽車 根據加州公路循環CHB表示 大概在半夜12時半左右 一部農夫車首先失去控制 在Sunnyville101公路北行線近Fair Oaks Avenue南面 撞到芬格蘭之後導致連環撞車 加州公路循環指 有邵氏車輛司機和乘客因為走出車外 而被其他車輛撞到 ABC電視台引述當局消息指 相信其中兩名受害人是在越過芬格蘭的時候 被一輛南行線的汽車撞死 公路循環表示 3名死者全部都是成年男性 他們是走出車外之後才不幸被撞身亡 當中包括有人下車檢查汽車損毀程度等 而另外5名傷者則已經送到醫院治理 這次北行線的車禍涉及陸車連環相撞 至於另外一輛南行線汽車的致命慘劇 CHP就以另一宗獨立案件處理 當局認為事件不涉及酒精影響下駕駛 Fair Oaks Avenue一帶的101南北行線 要封閉大約8小時做善後工作 直至到星期一早上8時40分到9時左右 才全部重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我會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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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忘記了